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跟国际大事带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的朋友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再开启小铃铛 美国总统川普四年任期在数个小时之后即将要画上据点了 而川普手握7000万张的选票要如何在东山再起呢 另外美国第46任的总统拜登火速公布了12项的行政命令 他能不能够带领美国走出疫情来夺回国际上的声望 另外外资看好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将会高达9% 那么在下一轮的美中竞逐是不是也已经开始鸣枪起跑了呢 马上就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在现场的三位贵宾 首先来欢迎国际情势专家赖月谦教授欢迎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来欢迎前立委文化大学的郭正亮教授教授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政大外交事业的黄奎博教授教授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在美国总统川普卸任前夕 他做了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呢 这是外传特赦或减刑了100人 最新的消息是在川普卸任前 他已经宣布特赦 他的前策略长巴农 但外界之前关心的是包括了 他的法律顾问朱利安尼 还有呢他自己本人在内会不会遭到特赦 自己特赦自己 不过呢目前是没有看到的 另外呢第二件事情呢 那么他也解除了对欧盟英国爱尔兰还有巴西的这个旅行禁令 还有针对这个制裁伊朗 中国以及阿联三个国家总共七家跟伊朗做生意的企业 以及包括了三个伊朗组织 当然伊朗方面呢 也在川普卸任的前夕反制裁川普 那么川普落选中需一别 在临别这些举动 我想先请教三位现场的教授 如果用一个字 来这个描述或形容评论川普在卸任前的这些动作的话 你们会用哪一个字呢 其实我心里面也有一个字 我看看能不能猜得到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赖教授是卡住 也就是川普现在所有的动作都在卡这个拜登 就让他这个牌打得不顺利 所以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些动作 不管是伊朗的制裁的问题 或是解除这个疫情 你看拜登在上台的时候就说我没有同意 还没有上台 他就说我没有同意要解除这些国家到美国来 因为这些国家已经疫情乱得一塌糊涂 所以拜登的 所以特朗普的川普的所有的做法 其实就是想办法 要卡住这一位 主要要卡的对象就是拜登 拜登 那郭教授呢 郭教授写了个愤 这个字 川普是算愤青 他当然对认为这个选举还是被窃取 那抱着同样想法的坦白讲是很多 包括众议院有120几个 那群众就非常多了 所以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募款募了2亿美元 所以他势必会用这笔钱来成立一些什么 那我觉得最可能的是成立媒体平台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会把那个茶党继承下来 然后把它扩大成更大的右翼联盟 然后把右翼的名嘴通通都集聚在一起 那这个会构成相当大的一股力量 不是不可小觑川普的空军的这个力量 他至少可以制衡共和党的部分想要选举的人 我对于他失去权力 他心中是有愤 你是认为 我觉得不只是他 因为一定是有这样的草根运动才可能选上川普 所以这样的草根运动并没有消失 了解 好 黄教授您呢 我用一个台湾的用法 也就是有点惊讶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制裁这些几个企业 就算他真的是时间到了 最正确凿好了 但是呢他解除这些地区国家的旅游禁令 那是不是他要让拜登上来之后 你再把他封起来 是故意的嘛 然后最可怕的或最夸张就是 每个人传说要加200万美元 我就可以把你特赦 当然这是传闻川普不会承认了 但所有一个一个以台湾人就是 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从观众的角度来讲 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蛤 会很惊讶 对 有点惊讶的这个蛤 对 好 我本来猜的是狂 或者是惊 就是他每一个所做的决定 都会让人觉得很惊讶 一直到几个小时后 我相信全球也在关注 就是拜登的旧旨 当然这个川普已经强调 他不会出席这个旧旨典禮 不过我们也看了一项民调 这个根据盖洛普他们所公布的民调 川普他在卸任 在离职呢 这个最终的支持率是34% 跟之前小布希总统是相同的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阐输给欧巴马的59% 因为在欧巴马离任的时候呢 他们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民调 欧巴马当时呢将近有六成 不过在川普任内平均的民调支持度呢 是41% 当然这个34%的数字 是盖洛普调查以来的最低 不过川普以前常常就抱怨说 这个都是疫情害的 全部都是疫情的问题 那真的是疫情搞得鬼吗 还是一连串川普他对内 跟对外的政策所造成的 黄教授你怎么看 我先帮川普讲一些话好了 虽然说他马上要就离任了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支持度 虽然说是比较低 但是不要忘记了 他的这四年是在社群媒体 一家发达的这四年 社群媒体带来的 当然有资讯的便利 但是当然有社会的对立 还有意见的分歧 还有意见的激化 所以其实川普 不管他是不是始作俑者之一 但他所处的这四年 确实是让美国社会更加对立 更加激化 更加分裂的时候 所以他的支持度相对比较低 我们从大环境来讲 这是可能的 好 那还有呢 像小布希 虽然说他的相对支持度不高 但是你看他平均有49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动战争 而且是911的时候 他等于是美国当时的 几乎国家领导人民族英雄 去教训这些所谓可恶的恐怖主义 所以其实有他一些时代背景 好 那川普他说疫情害他这样 我觉得是 确实我们常在讲 没有如果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这疫情的话 拜登能不能够选赢川普 其实从这次的投票看起来 我们真的觉得可能结果在未定之天 疫情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觉得那个是超级关键的因素 那另外跟疫情有关的就是 最近白宫的暴乱 这些暴徒冲进去白宫 所以我觉得正好 就是川普他的这个PR做不好 为什么叫Peace Pandemic R就是Riot 所以这样他PR害他 造成这样的结果 推特被疯了 对 推特被疯了 那是另外一个 没有办法发挥他的网路的力量 对 还有最后我很快讲一下 为什么他的最后面的支持率 离任的时候是30几% 除了疫情 除了这个暴乱之外 还有一个我觉得 美国人的薪水没有成长 他的经济是OK的 但他的平均薪水没有成长 美国很多是两个星 两个礼拜拿来这个Paycheck 支票的 那封城让他不能工作 然后解封之后 又发生更大的传染的结果 结果他又不能去工作 总之他的这个薪水 其实受到了损失 甚至不可能成长 我想请教一下郭教授 您怎么看 这疫情有关键性的影响吗 我觉得主要是国会暴动 因为国会暴动1月6号 所以盖哥普 因为国会暴动后 当然了 如果选那个之后做 那他已经被全国骂惨了 基本上这个离任民调意义 是很小的 欧巴马离任民调59 结果希腊人还不是落选 所以那有什么用呢 那川普的离任民调是34 可是你要知道 这是在国会暴动 被全面打压下的民调 这348是非常坚定的支持者 所以这个数字 你应该倒过来去理解说 在这种情况下 他竟然还有34 对的 表示还有坚定的人气 对 好 不过这个再过几个小时呢 新的总统拜登就将要走马上任 这个就职典礼 当然川普和第一夫人 他们第一家庭呢 尤其是川普跟他的太太 梅兰尼亚呢 已经都表示 不会参加这个就职典礼 不过呢 梅兰尼亚她是透过了IG跟Twitter 发表了谈话 她说呢 当第一夫人是她此生最大的荣耀 当然她也呼吁呢 用团结来战胜分裂的力量 那另外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外传 像川普的长女 就是Yvanka Trump 她有意要投入2022年的这个 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的选举 另外呢 川普的次子Eric的妻子 Laura Trump呢 也有意要来搅逐2022年北卡的参议员 还有包括了像是这个川普的长子 唐纳德 以及呢 Yvanka的先生 也就是Kushner 那根据报导呢 他们都有意要重振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川普的家族似乎在政治这股力量是蛮大的 而且有机会动起来 那当然就让人想到川普之前的非常风靡大家的这个电视节目 叫做谁是接班人 所以他谁会是他的apprentice呢 郭教授你怎么看 我就还是要看那个群众的喜好度啦 那Yvanka几率最高啦 他一定会非常受欢迎 那当然他也要去处理 就是佛罗里达共和党的候选人 那人家为什么要让 对不对 除非说那民调实在是要要领先 那我认为Kushner不太可能自己出来选 他因为他习惯当赢武者 所以如果Yvanka有机会当选 他就当他的幕后操盘人 所以一您的观察 Yvanka的机会其实是最大的 我觉得只有他有机会当选啦 另外几个我觉得 另外那两个当选几率都不够 挟着高人气 赖教授您觉得呢 我觉得Yvanka是另外一个川普 也可以说是另外 但是是一个美丽的川普 但是他的性格基本上来讲 其实跟川普比较接近 因为很多跟Yvanka比较密的人 都会觉得说这个人 其实也是很种族的 是 那么事实上是有歧视的 有川普的DNA 有川普的DNA的 可是他不会说出来 但是他不会说出来 他不会像川普那么的直接说出来 那再加上他用这个美貌来包装 然后再加还有一个就是 他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先生 那在后面去帮他去运筹帷幄 不要忘了他现在是犹太人 而且这样子来帮他去运作的话 我觉得对伊方卡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在图事上面比较圆融一些 伊方卡EQ比川普好太多了啦 所以不管是在颜值 不管是在这个EQ上面 其实都比他爸爸卡强很多 强很多 而且他会当很多封面故事 很多杂志会请他当封面人物 如果他真的要动的话 好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来关注 其实这个拜登马上就要就职了 就职典礼本来说要部署 一万五千名的这个国民兵 但是现在增加到这个两万五千名 多了一万名 那这些国民兵当初是派往这个伊拉克 还有阿富汗官兵人数的三倍 包括像是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 Miller也发布声明 他们说没有接到任何情报显示 华府有潜在被攻击的威胁 但现在其实如果常看这个环宇 全世界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像郭教授也提到 这个要预防是他们孤狼式的攻击 而且刚刚最新的外电报导说 有12名的这个国民兵 已经遭到解除总统就职的这个维安任务 郭伟你怎么看 其实现在真的是蛮诡诀的 FBI还在调查 还在调查 因为国民兵本来就有很多是退役军人 因为他是自愿登记制 那很多都是右翼 坦白说 因为右翼的人本来就爱当兵 所以就不知道他怎么潜伏在里面 坦白说就是你距离那么近 然后美国现在的现代武器这么发达 我们现在现在举击手可以两公里以外举击 那个技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那您怎么看 如果说在就职典礼里面有 有人开枪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都是蒙羞 因为坐在台上的去参加的 都是美国各界的政要 或是社会企业的领导人 因为这次的观众是不参加的 所以是经过衰减衰减再衰减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就职的典礼的过程里面 按照规定就是由总统的特勤来负责为安 那也就是说不管是国民警卫队也好 或者是华盛顿的警察也好 都要听命于这个总统的特勤 他们的指挥官来作为调度 那你想想看特勤一圈 警察两圈 国民警卫队三圈 然后再加上在各自告点里面的特勤单位 都在那边作为控制点 那如果还是有人开枪 那就很明显的 那当然就是国民警卫队里面的人开枪 不可能是外面人进来开枪队 那国民警卫队的人来开枪 就代表他们国民警卫队的人 对这套宪政制度里面已经有冲击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